就这样很多兄弟来私信我 王哥现在星期零回归啊 新5G回归啊 我想支持一下华为啊 但是我预算不多啊 就一两千块钱啊 华为会不会嫌弃我啊 兄弟啊你放心 华为怎么可能嫌弃你呢 是不是 虽然说咱一两千的预算 买不了最新款的 华为Mate60Poro 华为Mate60RS 非凡大师 咱是买不起 对不对 可能说咱这点预算 连他们的溢价都不够 但是能不能买华为手机呢 依然可以 你就不说一千多块钱了 百元都可能支持 知道吧 看一下华为nova6 为什么推荐它呢 首先呢 它是麒麟的芯片 华为跟麒麟才最配嘛 是不是 麒麟990的处理器 这个机器呢 也可以升级最新的鸿蒙系统 鸿蒙系统一加持 那也是相当流畅 同价位啊 安卓机没一个人打的 这个机器呢 999就可以 如果说你一千多的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华为的Mate30 当年也非常牛逼的旗舰机 知道吧 虽然说它依然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而且呢 但是它支持5G 后置 虽然这说这是一个小星环 但是依然是星环式设计 是吧 莱卡联名的摄像头 对不对 然后这个屏幕呢 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高清显示屏幕 那这些的话 目前的价格呢 1699就可以入手了 加上鸿蒙系统 对吧 你不得不提鸿蒙 鸿蒙就是牛逼 然后如果说是你 两千出头的价格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华为的 P40 PORO 华为的一款顶级拍照旗舰 莱卡联名的摄像头 还有浅旺式镜头 你想想 现在用浅旺式镜头的 那个15 Pro Max 才用上浅旺式镜头 对吧 这个两千出头的华为 人家早就用上了浅旺式镜头了 真的是不得不提苹果 你就签点食人牙会吧 真的是垃圾苹果 哎真的是 兄弟们 还是买华为吧 华为YYDS